不听无案不听无统只听五条 我们继续来讲五条简短的消息 首先自昨天下午 美国自从2018年以来 第一次包机遣返了中国移民 116名中国的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去了 而且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还有美国很多其他部门 我印象里面好像美国的驻华大使 也发了推特专门讲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就跟前段时间 厄加多尔刚刚取消了中国护照的免签 应该是一回事 我们当时就分析 要么是中国要求 要么是美国要求他们取消的 我觉得应该是美国要求厄加多尔政府取消免签 然后控制涌入美国 走线涌入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 然后厄加多尔跟中国政府打个招呼 然后就这么取消了 这个有一定比例上 也是因为美国选战大选要临近了 那么关于非法移民问题 一直是美国人最关心的头两个问题之一 所以现在做出一些动作来 然后中国也以此为机会 好像改善一下中美双方的互动 是吧 就好像说我不是跟你对着干 是吧 我也在帮你的忙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的象征意义 或者说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这次包机遣返116人 尤其是在过去这半年里面 涌入美国的中国的走线客 这个人数 我目前看到没有统计 我只看到最近的是2023年 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超过3.7万人 是2021年的50倍 那么在那之后 到现在2024年年中 我估计又翻了好几番了 所以你包机遣返100多人 也就是做一下政治的姿态 大家知道我是属于右派 所以右派一般来讲 对于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上 一般是坚决反对非法移民 坚决支持非法移民的 但其实我个人也是有一些思考 比如我采访过走线客 然后因为我当时做奶茶那个事件 澳大利亚奶茶店打人那个事件 当时我就也了解一下澳大利亚的薪资的情况 服务业 餐饮业的薪资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非法移民也好 或者说是非法的学生签证打工也好 多少都是一个在西方国家是一个灰色地带 其实如果说你没有了这些非法移民的话 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虽然川普说我上任以后 我要把所有的在美国你只要读大学 我就给你发绿卡 这个当然想的很好 但是读了大学的人 谁会愿意出来干一些非法移民 才愿意干的事情 而一个社会除非你能够实现大量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来替代这些低收入的工作 否则的话我觉得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可能永远都得不到杜绝 更不用说其中有个政党还是有一种想法 就是他们可以让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之中来获利 他们觉得这些人将来如果说熬出头了 就会投我们的票 有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在 但是这种博弈短时间内你是不可能去彻底根除的 第二个新闻 以色列女人是诺亚 诺娃 她妈妈叫她诺娃 她不是被救回去了吗 救回去当天晚上就去看望了自己的母亲 她的母亲Leora Agamani 她中国名叫李春宏 昨天在医院去世了 因为在诺娃被救回去以后 我们一直不知道她跟她母亲是如何交互的 那么至少在昨天我看到以色列媒体报道 诺娃回去以后 她的母亲是意识到自己女儿回来的 我们当时很担心一点就是什么 她母亲希望在自己去世以前能够见到女儿一面 但是因为她得的是个脑瘤 所以她的认知或者怎么样子 或者我觉得为什么以色列并没有去拍他们母女 在一起的视频 一方面是属于家庭的隐私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李春宏 可能对于外界已经她的认知感知能力 已经有了严重的退化 但是昨天的报道里面是讲 医生觉得她的母亲是意识到了 是感知到了女儿的存在 甚至表现出了某种欣喜的反应 所以这点是值得欣慰的 就是她的愿望 她说我死以前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女儿平安的获释 她的愿望 虽然在当时我们觉得这种几率概率已经很低了 但是她还是实现了 这是一个悲剧 但是至少女儿能够安全的回到她身边 并且陪她走完最后一段路 这个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关于李春宏 我觉得当时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 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所以说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的 在网络上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甚至是包括一些质疑声 当然了也有网友也是提出质疑 就是想知道您目前的情况 比如说您现在是中国籍还是以色列籍 这个的话也是在网友当中也是有疑问的 我现在是以色列籍 但是我不是说 难道就说以色列籍 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帮助我吗 我觉得帮助人 都是人人的义务 都是义务 但不是说我现在是以色列籍 中国人就不可以帮助我了 这段话我们已经讲过 从公关角度来说 什么叫公关角度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中国政府 风华卫视就是半官方的中国政府的电视台 你为了说服中国政府去出力 去救自己女儿回来的话 你换成是我是那个家长的话 我肯定是低三下四 是吧 说尽好话你想听什么我说什么 你想让我舔哪我舔哪 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其实这个想法可能在中国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 你都求着我办事了 你还说你们中国人啥意思是吧 第一个是他据说已经几十年不说中文了 然后他也离开中国环境很长时间了 他当时心里想的其实很简单 主持人问他听说你已经不是中国国籍了 或者怎么样子换成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中国国籍跟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事情 我女儿被恐怖分子绑架走了 我希望贵国政府跟恐怖分子有交情 能不能帮我说一句 这有什么联系吗 是吧 所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用他已经不太熟练的中文表述出来了 这个表述是有问题的 所谓公关就是你要考虑到受众的反应 不是说什么是对的我应该怎么说 而是如果我面前受众是一个很愚昧的受众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为了迎合愚昧的受众 达成我的目的 我就必须要说一些愚昧的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败笔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发了个推 我说这句话应该刻在石碑上 可以我们每个人把它作为一面镜子 来照一下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你觉得这句话 你觉得说的不在理 我觉得你依然是在中共所灌输的身份政治的价值观里面 换句话说 你认为只有中国国籍的人才值得中国政府也好 或者说中国人也好去搭救 如果他们陷入某种危机的情况 洪灾地震 只有中国国籍的人才值得去搭救 而且你的潜意识里面也认为 如果你以前是中国人 现在你加入了别国国籍 那你某种意义上就是背叛了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来求我帮忙 你必须来求我 而正常的人都会觉得 任何一个人受了难了 不管你是中国人 美国人 日本人 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人 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为的灾害 我能够帮上的都当然有责任 有义务作为一个人去帮忙 而不是我先问你一句 哎呀 您哪国人呢 这个只有各国领事馆才会这么问 我们正常普通人不该这么问 第三条 几天以前印尼的消息 说印尼总统佐科 虽然印尼已经选举过了 但是新的总统普拉伯沃 还没有宣誓就职 现在依然是佐科 说现在他们召集了经济部长 讨论要对中国制造的某些产品征收最高 达200%的关税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国内的制造业 在这个报道里面其实集中提到两条 第一条就是说中国出产的很多商品 像什么纺织品 服装 鞋类 电子产品 陶瓷和化妆品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涌入印尼市场 导致印尼的大量的比如说纺织品的工厂 关门 倒闭 工人 解雇 给本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巨大压力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中国跟美国 或者说跟西方在打贸易战 贸易战的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中国商品进入其他国家 要么是关税太高了 或者说准入更难了 这个时候他就大量涌向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就是在中美打贸易战以前 印尼国内已经受到很多 这样中国商品的挤压 竞争 已经吃不消了 现在中美打贸易战以后 那就更是雪上加霜 关于具体的政策设置会在这两天会公布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 可能会在东南亚行程度中骨牌效应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 但其实更早一些 像比如说泰国很多国家 就已经在说要考虑对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 增加额外的关税了 就在最近这两周 泰国的工业联合会呼吁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税 这不是第一次讲了 好几次在呼吁了 那么如果说印度尼西亚做出了表率 后续很多当地国家 比如说泰国 甚至包括像跟中国看起来关系很好的 马来西亚 柬埔寨这些国家都会一样画葫芦照办的 其实刚才报道里面说的两点 就是打在了怎么讲 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命门上面 一带一路是为了借钱给这些穷国 让他们发展基建 让他们培育自己的市场 一方面我输出产能去帮你做基建 然后你市场培育钱 我给你卖东西 是吧 想的是很好 但这里面有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说穷国它发展起来以后 它做什么 就是它这个大量的工作需求 尤其很多国家就是民主国家 而民主国家最重视就是就业 它的大量的工作的需求 就在于这些跟中国重叠的产业 你把它扶植起来以后 你又想卖它东西 要想不发生冲突 双方重叠的领域不要太多 所以说更顺理成章的是 相关的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 然后中国做产业升级也好 消费升级也好 去做服务业也好 双方就不会发生更多的竞争 但是就是因为中国 因为制造业方面的东西吃了很多年红利 不舍得放弃 反而要继续卷 我要造的更多更便宜 必然就会跟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发生这样的矛盾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西方国家 现在关于数起关税的壁垒 会导致更多的中国商品 以更便宜的价格往这些国家倾销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企业也不是傻瓜 他们其实早就看出来了 这个时候也大量的在往这些国家 去转移自己的产能资金技术 去帮助这些国家把产业做起来 中国的商品就又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所以这个东西的死局关键在于什么 就是你想真的想赢两次 你想把什么钱都自己赚了 让别人一分钱赚不着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必然会导致 现在西方讲的为什么要去风险 就是因为现在贸易失衡 你赚的太多 全都给你赚了 你赢两次 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赢不可赢 这个时候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大家一起合起来 这个人我们不能再让他赢了 这个在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两条里面都有体现 下面这条就是中国的稀土产业 在6月29号 李强签署了一个国务院令 所谓的稀土管理条例 说要加强稀土资源保护 明确稀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侵占或者破坏稀土资源 国家对于稀土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 这个事儿是源于之前两个月 中国的大型的国企 稀土行业的国企 纷纷的公布了自己的利润数据 全部亏损 或者顶多就差不多打平的样子 我们知道中国的稀土产业 其实我这个频道刚开始做的时候 大概做了第三期 不是第四期 做过一期讲稀土的节目 当时是中国跟澳大利亚贸易战打得最厉害的时候 而贸易战的其中一部分就是 澳大利亚拒绝让本国的一些关键的矿产资源和企业 被中国的资本来自于中国的所谓的民营企业的资本 打引号的民营企业资本控制 这个是主要矛盾之一 其中有一个就是跟稀土资源有关的 我们重新回去听一下 这四年多以前我是怎么讲的 国外的稀土企业在不同的阶段 始终都是无法与中国出产的稀土相竞争的 刚开始中国的稀土企业是很多 很乱很小很杂 而且都是采用那种比较粗放的方式 生产和加工 在国际市场上售价是低的了 简直是见得不得了 击垮了很多当时欧美传统的稀土企业 那怎么斗 那怎么跟你斗 我家里一个箱就可以产稀土了 你怎么跟我斗 后来中国宣布整顿稀土行业 第一步就先制定了一个稀土的出口配额 但是这个不就违反了WTO的规定了吗 很多国家就跟中国展开了诉讼 马拉松市的诉讼 打了七八年官司终于告赢了 中国同意取消出口配额了 可其实就在七八年时间里面 中国使用包括行政手段在那里的很多方式 通过少数几家国企 兼并了所有的小的稀土企业 完成了国有化行业整合和升级 而且也形成了事实上的定价垄断 而且虽然中国取消了出口配额 它转过来以一种国际很流行的 叫生态保护作为理由 规定每年的稀土开采总量有一个限制 变相地实现了稀土的出口配额 你看中国人聪明 但是西方国家因为环保大过天 这是政治正确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所以你看这个几十年中国的稀土变迁史 几乎浓缩了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所有的诱因 像倾销 贸易保护 技术转让 还有像昨天中美女主持大辩论里面提到的 国家资本主义 你听完了以后是不是又想到我刚才讲的赢两次是吧 赢好多次 在那几年中国在国家主导之下 是吧 把很多的稀土行业整合成了几个大型的国企 那么事实上 因为这些国企都是听党指挥 事实上就拥有了在中国国内拥有了稀土的垄断权 而因为中国的稀土开采和提炼能力 在当时是最强的 百分之八十几产能都在中国 所以也事实上拥有了对于世界稀土供应的定价权 而且中国政府从来就不讳言 我要把这个稀土供应 垄断性的稀土供应 作为一个战略资源武器来使用 比如说2010年还是2011年左右 当时就是禁止出口稀土到日本 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既然是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 你怎么会亏损呢 首先第一点 在中国垄断性的国企亏损 这个压根就不是什么新闻是吧 这个不亏损才是新闻 你想在中国连烟草行业 这样绝对垄断地位的行业 都是常年亏损的 我大概查了一下 美国的烟草行业 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 烟草这个税是非常非常重的 在如此重的税下 美国的烟草行业的利润 依然能够达到40% 50%的样子 而中国的烟草行业 垄断的 没有人竞争的 竟然还是亏损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是国家的 我赚再多交给国家 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顶多对于老总升官是有好处 对于其他人有什么好处 如果老总一个人升官了 大家也不服 所以必然会形成这种机制 是我们要把这个钱内部先分掉 所以中国的烟草行业 待遇 人员编制 都是最臃肿 最庞杂的 同样的情况 我相信在任何垄断行业 包括像稀土这样的行业 也会发生 这个或许就是李强这次又颁布什么稀土条例的这个东西 就好像我管的不好 都是这些人贪污 贪掉了 是吧 这就好像中国反腐一样的 然后经常说我反腐 我抓多少多少人 是吧 但是你只要这个权力是集中的 只要你这个权力是得不到来自下面人的遏制的 只有上面人能够遏制你 下面人遏制不了你 那么这种权力中所带来的这种腐败也好 这种亏损也好 是必然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些稀土企业这么快就会全面亏损 就是因为稀土行业的价格下来了 为什么价格下来了 就供应上去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共一直把稀土 当成一个战略资源武器来用 所以世界各国早在现在 对于中国的供应链进行去风险以前 很多年以前 是吧 就澳大利亚打响第一枪 很多年以前就开始有意识的来降低 对于中国稀土的这样一个依赖 所以在2019年我做节目的时候 当时中国对于稀土产能还是一个垄断性的控制 现在已经不是了 因为之前稀土开采 就是因为对环境有影响 在没有国家集中支持 或者政策扶持的情况下 中国以外的稀土产能的确起不来 那么现在就是因为中共的这种倒行逆施 倒逼了这些国家不得不去通过国家战略方针的这种方式 去提高这些稀土产能 现在起来了以后 自然这个价格也就下来了 而你原先想的很美 我垄断一时就可以垄断一世的想法 事实证明已经彻底的破产了 这个就说到我们下面这个内容了 是吧 中国现在在电动车行业 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垄断性的或者压倒性的优势 而当年稀土 中国其实并不是世界上好像稀土储量最高的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在于稀土提炼这个技术上面 在全世界是独一家的 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并不是说世界各国做不到这个技术 而是各国没有动力去研发 现在有动力了以后迅速就赶上了 那中国的电动车行业会不会也像稀土行业 或者说前面我们讲的 在中国的一些低端制造业一样 看似拥有一个不可逆转的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如果你的整个政策思路这个理念 依然是我要一家独大 我要在这方面卷 卷到底 把自己卷死就把别人卷死 那别人对你做出的反应 和市场对你做出的反应 很可能都是出乎你意料的 包括在电动车行业 我已经看到了在很多国家 像巴西 印尼 这些 也跟你一样 希望在电动车里 能够有所作为的这些国家 也开始感觉到了中国电动车 大量倾销的压力 最后我们来放一段视频 中国国内有一个人去买比亚迪 去试车 然后销售让他试一下自动驾驶系统 说你完全不用踩刹车 让他自己停 不用踩 他自己会停 结果悲剧了 OK 先生 你开启 要不要干嘛 你是不是要做 我不用踩上车 转 转的方向 OK 先生 你开启了 我还要吧 对 先生 有的他会停 你不要装到这个白车 不会 不会 你别动 我不动啊 还不动啊 撞上了 上车上车上车 你不是说不用踩刹车吗 下车一下 你没有完全踩 没有 我以为他自己会刹车 我说撞上你叫我不要动啊 你叫我不要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是他的智能驾驶 他不知道他自己不刹